刚才呢我们讲了三个故事 其实都是卖房时候的故事 我们现在呢我们讲两个买房事件 买房时候的故事 稍微我会稍微快一点讲 这个呢是这么回事 这个大家可以看 这把我的标题就很很直接啊 就是故事发生的大概的一个主题 就是同一个屋子 当时我们谈判了两回 结果真的是差价了30万才 便宜了30万我们就买完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2018年的时候 我特意放到这么图 这是当时房子的这么一个走势 2016年的时候是我们的最高点 后来呢大家为了就是打击炒房 设计了什么海外买家税什么东西 所以房子就开始往下跌了 然后2018年的时候 这个海外买家税从15%变到20% 这个房子就跌得更惨了 一直跌到2019年年初 这个时候才算是跌到最低点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房子和第二个房子的客有点像 也是来到温哥华的新移民 他对市场呢不是很了解 他也很简单 孩子要上学嘛 而且我有亲戚朋友住在这 我希望买一个离他近一点的 然后呢相对来说好一点 而且房子上学 就是房子的话 孩子上学又比较方便 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 选的街区 大家可以看到叫South Granville 是温哥华的一个街区 是一个很 就是很安静 而且当时的话 它的中小学排名 可以是温哥华公校里的前列 而且你上私校也很方便的这么一个区域 朋友住在这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去找到一个房子 特别棒 我们都比较喜欢新房 这是一个全新房 所以呢 我们当时跟对方谈过几轮 最终谈成了一个offer 最后给我说 这就是最后的这个offer了 如果你接受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卖 这多少钱呢 332万5 因为它是个全新房 还要加5%GST 所以你的作为买家 别的费用不说 光房子上的费用 就是要将近350万的钱 那还说实在话 有我在 客人不能让他当冤大头 对不对 虽然你是新房 你又不是说那么好 当时350万能买个特别好的房 而且真的 新房在温哥华选好房 永远不是第一个条件 甚至可能是第四第五个条件 才是新房 是温哥华好房的标准 所以我就说 我带你再去看看嘛 反正距离也不远 学学也好 我说大不了你上朋友家的话 多开几条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所以我就带他 就接着去看了 但是那个时候 说实在话 也不是很好选房 就像说 毕竟每个人家庭状况 还是有些不同的 而且你也不确定 到底市场 今天和明天会出来哪一趟 所以我在看的同时呢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 因为我知道 它一定买不出去了 就这个价格 当时别说我不买 我相信很多经济朋友 负责一点 都不会让自己客人 去买这个房 所以大概三个月以后 我们关注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在看别的的时候 关注他 他换地产经济了 就证明之前确实没卖掉 好在换的地产经济比较熟 所以我就打电话 我说 你到底现在什么状况 卖家是什么样 他说真的是卖家很着急买 你来谈吧 我说好 那这个时候 我就跟客人谈 谈成多少钱呢 这个是刚才这个 倒是谈成价格是318万 而且是包含GST的 就是318万GST你不用管了 你看318和349 差距真的超过了30万 我相信这30万省下来 对谁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钱 对吧 所以说真的就像说的 当你选房的时候 一定是不要着急 第一个呢 就像说的 一定要是对市场 还是干净的话 对市场要了解 对趋势要了解 刚才我们是在卖房 所以你对买家的心理要了解 现在是在买房 你要对卖家的心理了解 因为当时这个卖房的人 是个建商 稍微占线拖了拉的有点长 房子建的有点多 所以说肯定有现金流了一个问题 而且就像说的 他虽然想卖高价 但是他想卖的是2016年的那个高价 这个市场也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对他来说 变现去造下一个房屋更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心理 你等了之后 反正你也在看房 看到好了也可以买 那么回过来之后 你依然可以一个更好价格 买到同样的房 但是这个是我列的 刚才说的一些好的 一些买房的需求 还有当时我客人这样说了 客人也要掌握自己的优势 我的客人当然说了 第一个本身是买家市场 第二个我客人可以叫做无条件offer 有的人叫cash offer 其实cash offer这个词是 就是现金offer是大家起的 并就是理论上是没有的 就是说他可以无条件买房 通常来讲 你要去无条件买房 成交要快的话 你跟对方讲个5%左右的 这么一个价格 应该说5%以内是很容易的 很多卖家都愿意买 所以这么多优势 我们真的不需要在这个价位 去买这个房子 反正到时候还是你的嘛 好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